曾如這首詩歌莫聊兩句話 聽他正用柔聲說道 悟恐悟惹人力前 因為也許明朝未到 旅程就已到終點 我記在詩篇90篇那裡說 我們人一生年日是70歲 若是強壯可以到80歲 但其中所精誇的 不過就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 我們便如飛而去 那後面還有說 求主使我們有那個智慧的心 知道如何來數算我們的日子 我們一生若說以70歲來算 則一半就是35歲 35歲前我們要做什麼呢 你要參加主恢復青年成全班 35歲以後你能做什麼呢 最好的抉擇就是來參加壯年班 圓安福音十章 給我們看見 主耶穌說我來聊 要叫你們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感謝主年日就是機會 我們的年日第一個目的 就是使我們能夠得救 但是我們都得救了 那主為什麼還留我們在地上呢 是為了第二個目的 就是使我們能夠得勝 也就是在生命上 我們能夠得得更豐盛 所以參加壯年班 就是使我們能夠得著更豐盛的生命 我列了八個理由 我們非參加重年班不可 第一個 我們有核心的課程 這是恩賜供應的最高享受 這裡有全台灣最好的教師 給我們有最好的成全 第二我們有建立誠心舞蹈 幫助聖徒們與主有親密的 最深的交通 第三我們還有分組的研讀 你不要怕導言背獎 在這裡我們可以有導言背獎的 最佳學習 第四我們還有聲言的操練 在那種聲言訓練當中 我們會幫助聖徒們 能夠為主說話 給大家有最好的成全 那第五我們還有專項的服飾 這是身體侍奉的最偵測的經歷 那第六我們一起過團體的生活 這是個人主義的最大的捨棄 第七我們還有剛才的詩歌的練唱 這是佩達和諧的最美張鞋 第八我們更有鄉鎮開展 這是三養教堅的最棒操練 感謝讚美主 所以在座的很多的聖徒們 你們今天來 等一下會看見學員們 就著這些方面 他們有親身的見證 因為我們都受激勵 有機會我們都來參加壯年版 所以在小鹿 請上派和諷刀 是甚麼都來造的 我最喜歡的 那就是最大的 我喜歡的 但是我要重建 這個東西 是關於 這まで 是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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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